大家好,我是楓凱 《東京物語》 雖然是一部從志的片子 可是雖然是一個1953年的老電影 可是高瞻原祖的導演 在那個年代就已經看到某些社會現象 其實跟現代人是契合的 然後捐勇 雖然說是個現象,可是他不僅僅是捐勇 而且帶點感傷,帶點溫暖 然後沒有激情,可是卻深入了人心 是一部值得紀念,然後值得看的一部好片子 很好看,很好看,真的很好看 謝謝